不然的话,五十年后一定是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 如果政府要新加坡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 我不必提这个方言跟华语的一个问题 我让人民自由继续下去用方言 人民用方言,用十多种方言 结果是什么?英语成为方便的共同语言 华语失去了他的社会上的角色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不能给华语失去他的社会上的角色 你要学生在学校念书 念这个语言一定要给他社会上的意思 所以提这个问题 这一刻呢,我说中国的社会 現代化成功 也沒有一個相當大 這時你會說話後方便 講學生的生活 沒有人 在文化上對我們有利 經濟相也屬於利 對我們自己團結 自己無想 這關的化粧 這是講道理的 我們是因邏輯來計算 大家對不是了解 這樣就要歐過 我們要計算 今天要去研究 還是要去研究 在家來講學生 各朋友講學生 它的研究沒有問題 它的研究 然後我們要來講 你會進步 去研究 你會進步 在家中 然後你會進步 你會進步 你會進步 然後你會進步 我會進步 你會進步 然後有開很大 敬佩 想要可以進步 你這是一個你會進步 你會進步 你會進步 那是要改善我们的社会 要提供我们的教育 水准 要进一步 提供我们的文化水准 这就是因为 这一步 将华国 可以代替行业 文化上这个是 有家大人如愿 建议上也是有家大人 有家大人